- 台湾国防部8月31日向立法院提交年度中共军力报告书,报告称,解放军计划于2020年前完成对台全面性用武作战准备, 并预测解放军对台动武的七个时机,以及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方式。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所所想,陈仙才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这说明台军看到目前两岸军事实力的差距, 但另一方面,台也意图渲染大陆更具侵略性,借此博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支持。 此外,台湾对外军构中能捞很多油水,台政客常常希望通过渲染大陆威胁来增加军事预算。 这是他们的第一考量,图为武海军某舰艇编队时代射击训练中,一军舰发射箭手火箭伸弹, 据台湾中央市报道,台国防部本年度中共军力报告书,共分维持疫情是与中共发展,解放军高层人士更别, 国防政策与国防预算,重要武器筹获预发展,重要演训,解放军战力准备现况, 对台军事作战准备,集结论八个章节。 报告着,考虑孙小、孝高、快大、速决的用兵理念,解放军若对台动武可能的行动有四种, 即联合军事威慑、联合封锁作战、联合火力打击、联合奔岛作战。 报告着,联合军事威慑是指解放军运用心理作战模式, 即高军事活动强度,调整定力布局,采取包括前进部署、使兵演习、火力试镜或军事件传接自由航行及武汉通过之名, 于台湾本岛、24海里皮林区内巡航等,并借媒体渲染台海冰险, 意图引发台湾内部心理恐慌,打击台民心士气,联合封锁作战则是以火箭军或海空军针对台本外道重要港口。 对外航道等实施联合局部封锁作战,封口或夺战开外道,火箭军令肩负抗议外军任务, 以削弱台民心士气,切断台经气命脉,恶化台生存环境, 以打破台球和目的,至于联合火力打击,则是解放军运用火箭军及对地导弹, 造极台部分指挥体系,正军金枢纽及重要目标,并采取逐步升级。 地增强度方式,以及挥体台作战意志,破台区服并支持后续战略随形, 而联合等岛作战,是在取得制电磁、制空、制海三权, 并攀化台军大部战力后,解放军统和三军集火箭军部队, 展开三期进犯台湾本岛,力求速战速决, 其在外力进入前攻克台湾,形成既定事实, 报告列出期间可能成为大陆方面攻台时机的事情。 台湾宣布独立,明确寻求独立, 耐不动当不安,获得核武器。 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对话延迟, 外国势力进入台湾岛内事务及外国兵力进驻台湾。 台国防部认为,解放军已列装两栖突击车, 武装直升机、登陆舰艇、运输机, 约合投送四个旅机部队及四个鲁山家强营。 另外也曾出动万吨级两栖人员运输进举行联合登陆夺到演练, 加剧台内和博地攻击击反登陆作战难度, 对于台军方对解放、军攻台情节的设想, 特别是将于2020年前做好对台全面作战准备的结论, 陈仙才8月31日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 在过去几十年,台军总认为大陆军力不如自己, 现在两岸军事实力的地位迅速扭转, 大陆军事力量的快速现代化, 对台湾基本上形成压倒性优势, 所以台军方的判断符合两岸或者国际社会的基本的判断, 可以说这份报告描述了事实, 8月31日,台湾国防部还向立法院提交, 五年兵力证件及施政计划报告, 报告着,解放军对台作战, 未达到速战速决目标, 将暗打、封、封公开战法, 划分战役筹划,联合火力打击, 登陆作战三个阶段, 采取军事威慑、海空封锁、火力打击及联合渡海登岛等作战方式, 通过多次演习验证, 目前解放军已具备对台大规模联合火力打击, 以及第一岛连役是重点区域海空封锁与风夺外离岛的能力, 为此,台港将持续筹箭机动, 将连、量多、快速生产, 具可耗性的部队称战力, 筹箭机动安置空船导弹, 机动快速精准打击, 火力与战术针搜集战斗无人机飞行载制, 执行冰海决胜, 潘二间敌等任务, 此外, 明年起台军方将建造一艘远型潜艇, 同时, 有汉翔研制的66架新式高较机预计2026年完成交机, 下一代战机的颜达也在推进, 陈仙才对环球时报记者说, 客观讲, 如果两万针到了飞动, 五不可的地步, 那么台湾当局买什么武器都没有用, 大陆现在努力寻求和平统一, 并不是因为军事实力不够, 而是体面同胞之情, 所以希望台湾当局不要挑衅大陆的底线, 因为任何猛球分裂国家的行径最终肯定是失败的, 作者忽悠中范林志诚心。